IG20歲照片活動學妹說她還沒滿20歲 拍不出未來照片 拍不出未來照片是什麼意思啊 OH SHIT IG不是有10年前的活動紀錄 或者是20歲時的樣子 那給老人來用的 然後他媽的有一個人就講說 喔我還沒滿20歲 早安早安各位 最近D卡上呢有一篇文章叫做 漸漸跟不上流行呢 發現自己不在年輕的瞬間 然後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還記得年輕的時候 吃到飽總是要吃到春 每天夜衝夜唱也不是問題 滿腔熱血說酒就走 真的耶 不過我覺得我不去夜唱跟我老不老沒關係 我現在很少出去唱歌出去喝酒 有個部分原因是 如今.KTV排行的歌曲都沒有聽過 甚至發現已經沒有人在用FD FD還有吧 我到現在還在用耶 我聊一件事情超級多小學生 你們有多少人 吃到XD的東西 我開始投票 你會用XD嗎 會 跟不會老人才用 我覺得我這投票非常有公信力 大家都說看我的觀眾都是小學生嘛 對吧 都是年輕的一代嘛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貴的只有56%耶 emoji出現的關係 言文字上的使用相對減少 我反而不喜歡用emoji 我不知道我感覺emoji用起來欠打 笑臉流汗那個 我今天問你要不要出門你回我一個 怎麼打你的XD 什麼意思啊 我跟你講我要問你要不要出門委屈是不是 XD 我真的覺得 用流汗笑臉的人啊 你們就是雞巴人 然後用噴淚笑的這個 欸欸欸欸 欸欸 你們是假掰人 自己也知道自己在講個尷尬的東西 然後你們硬是要加噴淚笑 然後來演示說 喔哈哈我在講個很好笑的東西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女生今天用表情emoji 我覺得倒我可以接受 因為女生的感情啊 他們的交友關係本來就比較複雜耶 但我覺得 男生只要你在聊天過程中用這個的喔 你就是喜歡被幹屁眼 我又被尻屁眼了 好爽喔 討論最愛的偶像 但新人都不認識 哇我現在想到的偶像是BitBand 欸你們現在的偶像是誰啊 Lisa喔 Lisa我知道 Lisa是那個 Blackpink Black Blackpink B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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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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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想到偶像這個詞 我第一個想要就是BitBand 因為我覺得BitBand在我的那個時候啊 我現在講話都因為我的那個年代 我真的覺得我是發現我的用詞上 我才一直到自己變老 結果在我以前學生時期的時候 BitBand是真的哄炸全世界 那個Drigo再怪 собy 男生看到牠都覺得 我被爆發 所以這次呢他就要來目擊 發現自己不年輕的瞬間 再一次回味那個年輕的自己 我們來看一下網友怎麼說的啊 注册帳號的時候 卷出3點 越越滑越久 欸我有欸 我還記得以前那個 我剛滿18歲的時候 我去注册社群網站的帳號 我滑一下就滑到1998年了 現在18歲是幾年啊 2003年喔 現在2005是18歲 我的2005年的印象是 大部分可能都在國小國中吧 你們這些人說在歧視了 說我有什麼好驚訝的 我這根本不是歧視 是不是驚訝 是我沒有意識到時間過這麼快 我們再看下一題啊 IG20歲照片活動 學妹說她還沒滿20歲 拍不出未來照片 拍不出來照片是什麼意思啊 Oh SHIT IG不是有10年前的活動紀錄 或者是20歲時的樣子 那給老人來用的 然後他媽的有一個人就想說 喔我還沒滿20歲 幹好爆 當我說出以下名詞 卻沒人聽得懂的時候 MSN OK我知道 無名小賬 我知道 3.5 直邊是差小 不知道 喔對 代球的滑鼠 我們學校的電腦教室 滑鼠裡面都是代球的 我都會把它抠出來 抠出來之後我發現壞掉了 我就把我的滑鼠在下課的時候 跟其他座位的人偷偷交換一下 被罵了就不是我了 哈哈 下公車要拉繩子 現在還有拉繩子的公車嗎 沒有那是什麼 就是我們現在公車部都是公車林 然後在很久以前的時候 公車不是有類似捷運的那種扶手 在那個扶手上面會有一條線 我居然要解釋下公車拉繩子 這種這種 這個沒到那麼老的 這很老 我現在對2018的印象 他們才兩歲吧 在我印象中2018年就是沒有小孩的 小孩就是再可能 他們十幾歲國中的時候突然蹦出來的 有了慣性思維 對於新事物感到沒興趣 我有點想反駁這個句 會不斷懷念以前的好 那代表著 我也不是追從著 就是現代的東西要像以前一樣好 而是比起以前的東西 我對現在的東西真的比較沒興趣 像我舉個例子在講 我懷念以前的遊戲這OK吧 對新事物感到沒興趣 我一定要對免洗手有興趣嗎 我覺得有些東西懷念以前的好事好事 代表的就是我們現在的東西進步太快 品質還沒有跟著一起上來 以前能喝清清全糖 現在只能無糖 對我以前點任何的飲料 我都永遠都點全糖的 現在我永遠都點無糖 我現在喝到糖就想吐 十九茶物下去 越來越健康 也不是健康而是 年輕人對我們老人總是會有誤解 包括我小時候都會有 這我可以教你們 我們這種開始有年紀的人 我們會開始吃無糖 不代表著我們想要健康 而是我們的口味不喜歡的樣子 但我們也一點都沒在健康的 幹工作十二小時 每天凌晨在睡覺 這你跟我講健康 工作壓力大了 客戶那邊需要應酬喝酒抽菸 你跟我講健康 你們這群小朋友 喝全糖飲料 重點重閒的你們才是最健康的 你們需要熬夜嗎 你們需要應酬嗎 你們有減減壓力嗎 跟我講健康 粉絲技術的老人 確實 確實 當我說出5566的時候 他們跟我說 他們也知道 叫計程車的那個對吧 我們現在都用Uber了 幹我這邊有人留言 5566是什麼 5566是一個台灣的團體啊 他們是解散版的五月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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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爆炎 幹沒辦法 我沒有經歷5566年代喔 我1998年出生的 我經營的那個樂團年代 叫做五月天 小學畢業歌是五月天的 我的畢業歌是藍色蝴蝶 你們不知道藍色蝴蝶 這個啊 一群藍色的蝴蝶 藍色蝴蝶 感覺是老人轉感 來啊我可以唱的 等一下你們的畢業歌是什麼 夢想藍圖 你們現在畢業歌變夢想藍圖了 我都沒有那麼深刻 覺得自己變老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畢業歌 讓我感覺到了 乾杯真的會聽哭 乾杯是在遊覽車上唱的啊 誰會在畢業典禮上唱乾杯 你們能喝酒 乾什麼杯 乾水果汁喔 乾水喔 乾杯啦 梅良心百貨公司 對呀好玩念喔 國小說這個梅良心百貨公司 超紅的 都是12年前的主播看過紅綠嗎 紅綠是什麼 欸好眼熟喔 我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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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真的聽到這鼓娃娃嗎 絕對無會鼓啊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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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嘖 Oh My God 可能是意識到現今大家喜歡的人事物 你都不喜歡了 不理解了吧 要講我喜歡的YouTube頻道的話 還是 PewDiePie Smosh 或是 Ryan Higa 但結果現在會講的YouTuber 不是Toys 就是Joman 現在新世代還有誰啊 Cook 洋蔥磚 小玉 誰他媽看小玉啊 看他媽 多米多羅 媽的那群在D咖上吹捧多米多羅的人 就像是那些看那個獨立樂團的人一樣 媽的偏激份子 你們周一定會被恐怖份子 哈哈哈哈 One Hour Later 歡迎來到今天的深夜酒吧 我們今天深夜酒吧的主題呢就是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發現自己變老 就是我們在直播前段的時候提到的那個主題啊 我們今天就來聊一下 隨便啦 你好 講說什麼時候發現自己老了 前幾天我叔叔把他的子子帶過來給我照 然後我就很好奇 現在的國小生都在看什麼YouTuber 他就推皇帝給我看 就問他說 那你知道放火是誰嗎 結果他就回我說 完全不知道 我才意識到原來我國小時候的東西 現在都已經過氣了 所以放火已經不再是國小看的東西 現在那麼多低卡商或PTT的人 他不會說放火是國小看的 是因為他們國小的時候有看放火 欸不過我蠻親切的 是因為我鼓鼓的小孩 國小的時候他們還是在看我 所以他們都在國小那邊喊那個嗎 沒有沒有 我不會讓他們喊那個東西 在網上看到有個東西這樣喊 就像是 我小時候看到沙很大 我小時候看到SMASH或是RUNHIGA 在網路上玩的梗 我也不會照我爸面前說 你知道嗎 我國小的時候就在看Food Battle 誰國小的時候 會真的拿一個食物 去丟他們家 欸我們來食物大戰 不會嘛 那為什麼你們看到吃雞雞要對家人講 吃雞雞吃雞雞 懶貓對不起 你不會嗎 我以前都會拿那個泡麵去丟人家 蛤 家裡不能浪費食物 所以 所以不小心讓麵泡太久 就只能去給狗吃 天會下地獄 看 好先這樣 掰掰 掰掰 諾你好 你有什麼東西想要分享 是你發現自己變老的嗎 之前就會覺得說 有些阿姨他們說自己18歲很不要戀 所以當我在跟別人說我自己12歲 他們也說我很不要戀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自己變老了 為什麼你要說自己12歲 我不想說我自己18歲啊 這樣我就會變得跟以前一樣 我就覺得我好不要戀哦 所以我要說12歲 比較不一樣一點 就是說一個別人都不會相信的年齡 年紀慢慢上來之後 你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他們要這樣 對我要比他們更不要戀 我會說我自己是12歲 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覺得為什麼那些阿姨 他們會想要說自己18歲 我覺得 可能真的是一個老人笑話吧 所以我也覺得我自己老了 我也自己在開始講這些老人笑話 你可以講今年幾歲嗎 認真講今年21啊 也還行啊也還好啊 全部都1221的人在那邊跟我來說 哦我可能知道我自己變老了 你出社會了嗎 你付房租幾年了 付車代了嗎 老你媽X8 我可能講一個話題 結果就會瞬間忘記 好吧我可能身體老化要較快 我有個最明顯的例子啊 我22歲23歲的時候 我可以歸或回教直接一整天 很有力氣的可以去下一天開始 不到我現在只能夠兩三小時 我的喉嚨爆掉 我的肺跟我的肝要壞死了 我也記住我12歲就好了 拜拜 拜拜 那妳好 妳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自己變老了 就是我其實是讀武專啦 然後大概專士專武的時候 就已經發現自己老了 專士專武就是可怕的半點實習嘛 那時候就熬夜 熬到12點就不行了 眼睛就閉起來了 然後醒來的時候 早上6點 死定我報告還沒做啊 然後出社會之後更慘 早上都爬不起來 連晚上要去夜唱KTV都沒辦法 真的 然後一不小心失眠 早上起來的時候 超級想死 OMG 妳對老這個字有什麼不同的定義 我以前就是很害怕 自己超過25歲之後 因為其他人都是30歲嘛 可是我覺得 我的定義是更前面一點 我的青春年華就定在25歲 然後在25歲掛掉 所以我的靈魂會是 漂亮的25歲身體 跟我小時候想的一樣 就我小時候看那些童話故事 他們不是永遠都是斷在 王子跟公主 從此之後過得幸福快樂的生活 我小時候都會想像 他們會不會 講完這句話之後 可能世界就毀了 所以他們就永遠停在美好的時刻 他們死掉之後 就一直定在 他們死掉的那個樣子 所以我一直覺得好 那我就在最漂亮的時候死掉好了 妳現在還是要想嗎 在冥婚的時候 人家還說得過去吧 你有沒有想過會需要做冥婚這件事的人 他搞不好價值觀是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搞不好覺得越老越好啊 我國小的時候 我會叫我同學去撿 哈哈哈哈哈哈 出卡 老公 是阿卡 小米 同胞大作戰 欸 你有沒有看到撿幾個 他會不會開始抗議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看到開玩笑 保持尊重好不好 還有就是 我跟別人說起你的名字 好像沒有人認識你了 所以我覺得好難過 我覺得這不代表我變老 這搞不好只是我過氣 你有想過嗎 所以你活在上一個世紀了 我是上一次的殘檔 我是白鬍子 我已經是舊世代的殘檔 新世代沒有我能存在的船 哈哈哈 掰掰 掰掰 黃聖偉你好 你有沒有很開心 我來跟你討論這件事情 那你是從什麼時候 開始意識到你變老的 看到你這個直播標題的時候 我就被思考我沒有變老 你今年幾歲 我17啊 我前幾天才生日 你才跟我說生日快樂 不是我們現在撇除掉你生日 你今年17歲 然後你再跟我講 你覺得你變老了 你覺得有一點嗎 那你覺得有一點那個點在哪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階段的人 都對老的詞定義不同 有些人的老是 我不能像是我國小國中的時候 那麼的 我也所欲為了 那我自己定義的老應該是要在可能30歲之後 或可能你人生進入到下一個階段之後 我覺得老們長得是一樣的意思 哦 所以我們這些老年人搞不好對老這個詞 不用那麼反感 因為其實對於現在年輕一輩的人來說 老這個詞對他們來說搞不好 只是就進入到下一個階段的代名詞 就老是個很主觀的詞 我覺得你只要有一個理由 我都覺得說得過去啊 我這個老人太敏感了 你這個偏激肥宅 我那種偏激肥宅變偏激老肥宅了 你是統神 統神是不是也十幾年了 在我國中的時候 就被爆說他是實況主 他做十幾年了 感謝你啊感謝你 掰掰 看你好 國小的五六年級那時候 我們學校會辦那種音樂發表會 八九年前的事情 然後我那時候 十幾星期就去查一下 結果發現網路上一些資訊 都已經完全不見了 我的國小還蠻棒 他們會把那個 我們曾經表演過的檔案 重新上傳到一天 還有我從國三會考考完之後 拿到人生中第一部手機 我就開始變成一個低頭子 最近就是沒有那麼想看手機的時候 看一下外面以前看過的風景 發現很多店面都不見 然後也都翻新了 或是太吊了 街邊有 好像理髮廳 然後又養一隻老狗 今天經過的時候 也沒有看到他在那邊 那個陳雲叫什麼 人是以非是不是 物是 物是人非 物是人非 物盡天者 對 我突然想到 我國小時候那個 教育部在那邊吵說什麼 三隻小豬什麼什麼 都會成語的 我記得那時候 我聽到我覺得超白癡 然後我長大之後 我再回頭過來看 欸你這樣一點都不意外 台灣的教育 這樣也不錯 他們覺得很好 那就繼續這樣走啊 反正是我們的下一代嘛 感謝你的分享 謝謝 東迷香甜玉米片 你好 你是從什麼時候 開始意識到自己變老的 你是從什麼時候 兩個契機吧 一是我看到 千本音已經是 將近十年前的東西了 我就想說 喔 我怎麼變這麼老人 我當初聽的時候 不是才剛出幾個月嗎 當初聽的時候 不是應由神曲嗎 怎麼現在應由神曲變了 怎麼現在變老人哥了 欸真的欸 我看到太鼓 或在賣賣上 打千本音的 都會笑他老人 喔喔真的假的 還在玩老人哥 你有準傳到不知道嗎 你怎麼會打千本音 我也會被我朋友笑 你是老人喔 你怎麼還在打這首歌 天啊 我聽到這話超生氣 我說 對啊 我老怎麼了 你又多年輕 第二個時機是什麼 以前都會想說 啊 花耍中二病啊 幻想什麼 甜甜的戀愛啊 但是現在想的就是 我的下一餐 還有沒有著落 我有沒有辦法 吃下一餐打開錢包 啊 啊 只剩三十塊 就覺得 哇 思想已經跟以前完全 差很多了 真的欸 欸我也想問你 你今年幾歲 十八 你十八歲就在在意自己 錢包 你不知道能不能吃飽下一餐 對啊 哦 wow 你真的辛苦欸 沒事 活得下去就好 我可以活過三十歲就好 不要那麼色觸啦 什麼活得下去就好 我的思想甚至老到 我國中同學會叫我老頭 國中同學會叫你老頭 不知道為什麼啊 原本只是一些奇怪的外號 然後就演變過來 成這個樣子 等一下我想問 你叫G威嗎 啊什麼東西 你說老頭啊 G威 你知道G威嗎 我不知道欸 OMG 你不知道有機位 啊啊啊啊啊啊啊 哥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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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18歲的人 不會看機位嗎 有聽過但是 沒有很去了解這些傑議 沒事沒關係 沒關係 謝謝你的分享 沒關係謝謝我們哥 掰掰 掰掰 拜拜